大家好呀 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父老乡亲们 大家好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 也是北京超级超级有名的 一个学区 第一块就是海淀区的 五道口 那么我们之前有一个节目呢 大概介绍过五道口这块区域 当时我用了一个词 我说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是宇宙中心五道口 那么后来有一个网友呢 就给我留言 他说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会是宇宙中心啊 说怎么可能五道口呢 算是宇宙中心 可能是这个网友多年没回国 或者说是不清楚这个梗 在内地 在北京 那么大家说宇宙中心五道口 指的是它是一个特别重要 特别好的一个北京的学区 相比较来讲 它是整个全中国可以说是最好的学区了 因为啥 看看它的这个小区片 中关村二小 那么后边的中关村中学 101啊 81人大富了 一系列的啊 升清北 那么它本身也在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个旁边附近 所以说这个梗呢 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 大家都说宇宙中心五道口 说的就是因为它是学区的概念非常的强 是可以说是中国内地啊 最好的学区 之一嘛 可以说之一 或者是可能一共就是一个两个的 那么它就算其中一个了 这样说呢 也是有一个概念 是说它的当时的学区房很贵啊 它现在的学区房价格也不便宜 那我们一会儿就来说一说 这边学区房现在的这个成交价格如何 先说一下区位吧 五道口最北边就是这个清华 在这个志兴中学 然后圆明园和北五环的一个交界处 是它最北边 然后最南边呢 是到了北四环啦 北四环中路 北四环西路 北四环 然后到中关村地铁 这是科源小区 如果说有老的这个片区 五道口住的这个居民 都知道科源小区啊 还有一个科源大厦吧 那么它的最西边 就是沿着圆明园一直往南 然后到了这个北加东门 一直再往南 到了北四环 这是它最西边啦 最东面它是到 从北五环开始 建亭桥一直往南 然后到一个红山国际公寓这块 然后呢 往这个清华东路拐 就是往东面再拐一下 然后到了清华东路这边 到了六道口 然后往南继续 往学院路走 一直到北四环 其实五道口这个社区 面积还挺大的 但是它其实主要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 这个社区主 这个地块主要也是 为大家介绍学区房 现在在北京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就是代表中的代表啦 它主要是以这个五道口的 华清家园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清华 清华东门这块啊 以前的这个谷歌 在中国的总部大厦 这个十字路口 那么以它为宇宙中心的中心 就是因为它是中端村二小的 华清校区的所在地 也是几个集中的 学区房的小区 传统小区的主要的这个在地 我们先说一个就是 可以说是五道口 最传统的社区 质量很好的社区 华清家园 清华的华 清华的清 家是家讲的家 华清家园 那么 当初华清家园开盘的时候 是这样 华清家园有很多的回签房啊 也有很多当时 这股道口拆迁的回签 后来开盘 后来卖好像 哎呦我记不太清楚了 好像是那个时候 我才十 我才十几岁吧 那个时候开盘价 当时是 是不是五千多我记得 五千多八千多 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这个记得太轻了 那么我记得他当时在 二十年前的这个租金价格了 租金价格一个 一居室的当时六十平米的 这种六十平米以内 五十平米还是六十一平米 我记不清了 这样一个一居室 他的租金价格是五千块钱 五千到五千二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 五道口聚集了很多这个韩国人 这个韩国朋友们都在这边做生意 然后开餐厅 开发廊 开各种的小公司 那么也有很多的韩国朋友 在这边租房子 所以当时呢 因为我们有一些韩国朋友 这个我本身之前的第二外语 就是韩语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韩国朋友 他们留学生啊 当时都在这边租房子 当时我就跟他们老婆在玩在一起嘛 就是去他们家里啊 就知道这边 所以是五千到五千二 那么这是二十年前的价格 现在呢 这个五十一平米到六十一平米的 这个房子 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下 他的租金价格 那么他 五十一平米的房子 现在租七千一个月 六十一平米的租八千一一个月 还有七十一平米的呢 是租一万一个月 当然华清家园还有大平层 有这种将近两百平的大平层 租金要到两万五五左右 那么这边的价格呢 是这样的 现在挂牌售价 挂售的这样的套数非常的多 有76套 可以说华清家园的学区 是用了再用啊 大家知道华清家园 这个学区 在海淀区的学区 是六年一轮换 就是六年用过之后 六年再用 那么他的学区 其实不止呢 应该已经供养过这个 至少三到四代的 这个孩子上学了 66平米的一个房子 那么挂架 当时挂架是12万 那么挂架是790万的 这个总价 他最后成交是726万成交的 那就是等于和11万一平吧 不加交易成本啊 那么还有一个74平米的房子呢 当时的挂架是11万五 然后呢挂架是850万一套 最后成交的价格是810万 那么也是11万的价格了 11万一平米的价格 这都是最近 就是今年的价格 我们看到 华清家园的成交量呢 算是虽然说不大 但是每一个月 还是会有成交的 2024年的这个 看到的数据 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嘛 那就是这样一个事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 他的大平层吧 一个238平米的房子呢 挂架挂到了9万 因为面积大了 业主也知道 不好出售了 总价挂到2140万 这套房子还没有卖 大家知道 华清家园买他的学区 大家基本上是买这个 总价比较低的 面积小的 所以说像这种 华清家园的大平层 真的不好卖 但是还挺好租的 因为家里一胎二胎 如果一起上学 再加上一家这个大小 四五口人 那么租一个这样的房子 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238平的这个租价要 至少要到这个 两万两万六七这样子 一个月的这个租金价格 那么华清家园成交的 确实是还是稳定吧 就是没办法 他是优中选优 因为他是中关村二小的学区 我们说华清家园 其实他是一个 挺老的一个小区了 但是华清家园 从一开始 他的物业管理 就是水平之上的 他的绿化呢 虽然他是高密度的这种 高板吧 其实有点打塔板结合的 这种意思 密度高的这样一个社区住宅 然后人口密度很大 但是能看到他的绿化呢 管理上面还是比较 可以说比较规矩的 绿化率呢 并不算太高 但是至少是这个游乐设施啊 孩子游乐设施啊 这个绿化带的这种管理啊 维护啊 都是这个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在北京的这个 传统社区上面 就是我们不说豪宅了 就是说这种20多年的 楼林的这种小区 华星家园的这个管理是非常好的 也是因为孩子多 然后大家都是这个 学区房的这个概念 然后很多业主呢 也都是这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了 所以呢 这边的孩子和这个家长都是 怎么说 都是还是 素质比较好一些的吧 所以说一直在这个小区住着吧 你不会觉得会有很多乐举的 这种猴孩子啊 或者说有很多乐举的这种邻居啊 这种 这种素质比较 比较差的行为出现 所以说华星家园还是不错的 大家知道在20年前的时候 这个外国人在北京比较多的时候 主要的这个外国人就是 韩国人 之后是日本人 当时可以说韩国人的这个留学生 占了 旋路这边所有大学 80%都是韩国人和日本人 那么后来这个亚洲基础危机之后 就很少很少了 那么近五年十年 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地缘关系啊 周边的这个国际生育 我们的国际生育不太好 而且我们的这个地缘的这个兄弟关系都不好 所以基本上啊 现在这个日本人是早就没有了 几乎没有了 韩国留学生也是几乎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留学生基本就是 这个我们的黑人朋友啦 黑人国家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五道口这边就住了很多的韩国人 你们大家知道 这个韩国人的这个卫生习惯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边房子呢 他们住起来也比较干净 所以说华庭家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的 你别看五道口这边都是以前的拆先户啊 我有一些网友会说 啊五道口很破烂啊 什么以前的大鹏啊 五道口商场啊 说拆了之后怎么怎么样 确实这边有很多的拆先户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啊 这边的宇宙中心 它也可以说五道口是中国的硅谷 或者我们台湾朋友说的西谷 因为 它当然和美国的这个硅谷啊 这个比不了啊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 挫子里拔将军 因为它是科技公司的这个孵化地 它是这些著名的企业 像这个谷歌之前 李开复当年在的时候 那么谷歌的总部就在这个五道口 我们说这个华星家园的协队面 所以说这边又是清华多门 有很多这个清华的这些国企啊 还有很多知名的这些世界级的包括什么甲骨文 那当时好像都在这边是做分公司 啊 氛围很好 商业氛围很好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服务商贸的一个业态 所以五道口呢 一直都是这样的 有些海外归国人士 然后来这边呢 要租房子 因为他们的公司都在这边 啊 还有一些 这些外国留学生们也是在这边租房子 大家知道啊 外国留学生如果是在这个北大清华上学的啊 这些地质什么这些上学呢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留学生素质啊 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资源 可以说是生源是非常的优质的 所以说这边 大家如果有时间 海外朋友们啊 然后回来 如果说自己的孩子想回来创业 或者是回来上学 可以考虑这边的这个租房情况 然后业态也很好 而且离着这个圆明园呢 这边绿化和这个健身的地方也很多 嗯 大概就是这样吧 其实五道口这块我是超级熟 因为从小就在玩 然后上大学也在这边 后来住也在这边 那是那之后 啊 二十五 二十五岁之后吧 就离开了这块 然后就去 也就基本上住在别的地方了 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房价 我们以这个环境家园来说 他这个房价 成交看到十一万成交的这个 学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强的 还是 嗯 我都有点不太敢预测这个房价 两年内 阶段性的低价 非常糟糕的话 应该会到九万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到九万没问题的 而且他周边的次一级的这个学区 那么价格现在已经降到了七万 那么从当时的九万 降到现在七万 所以说华清家园这个学区这个价格 我觉得也待不住啊 十一万的价格待不住 然后我们后边再介绍一些他其他的啊 比如说东升园 东升西价啊 东升园 那么挂牌的有33套 我们看到一个65平米的 那么挂了11万 720万的总价 那么最后成交是680万 他应该是就是等于 这个买家跟业主砍了一个一口价 砍到680万 那么不是按照单价来砍的 所以单价大概是10万500 10万零五千一平米嘛 这样 东升园一样 也是中央村二小的这个学区片区 然后我们之后再说一个龙湖地产 在2010年之后的房子 叫龙湖唐宁万 唐朝的唐 安宁的宁万 是英文的一 那个万 那么这个社区 其他是分有商住和这个普通住宅 那么他的商用呢 非常好 租金形势非常好 因为大家知道 这边的这种商业辐射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高型企业商业辐射 所以就在这边租着办公室 来做生意的这些中小的科技公司 非常多 所以这个唐宁万的商住写字楼和他的商住公寓都是非常好的 一个租赁形式 那么他现在的这个商用的这个地产 那么挂价在五万七左右 当然商住地产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了 给大家一个信息 那么他的普通住宅呢 挂价基本是在挂到十五万 或者十五万多一点 我们看到了一套房子93.71 那么挂价是1460万 等于十五万五千八百块一平米 哇 这个价格挂的确实是挺高的 他主要是因为他房子新嘛 就是因为房子新 然后小社区环境不错 比华清家里这边房子新啊 就是离这就是半占地的 离华清这个十字路口就半占地 就是往南一点 龙库地产的这个社区管理各方面都不错了 这样的话 这个房子没有卖出去啊 我觉得他也挺难卖的 要是差不多一样吧 就是龙虎也一样 龙虎地产的普通住宅 他的学区房也是中管村二小 就在楼底下都是一样的 嗯 那我觉得他如果说能成交的话 十一万多 十二万能成交吧 就是因为他房子新 当然他也没有什么更优质的一个优点了 再往下走啊 就是还是九万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价格了 因为龙虎的从建设开始到这个房子楼起 都是我们一直看着啊 所以他当时卖多少钱呢 嗯 当时龙虎的开盘 普通住宅是开盘到 一万五一万七左右吧 当时的价格我记得是这样 嗯 开盘是有价格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他的商住呢 现在是挂到五万七亿平米 那么有一个五十二平米的挂到三百万 这个很难出售了 大家知道商住在北京的这个交易规则 完全和普通住宅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适当关注一下啦 那么五道口大家有什么想法 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也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 跟大家做沟通 做回复 希望大家也继续给我们留言 希望想看哪里的房子呢 给我们留言 我们其实都是一一的在满足 这个各个网友给我们的 留言啊 其实五道口之前我们也说过 然后我们这次就等于再详细的说一下 他以学区概念为主 来说一下他的现在的实际成交价 因为我们也归纳了 统筹了一下他最近一年的 实际成交价的情况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就是这样啦 那么给我们点赞 关注 谢谢